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娱乐节目 今天我们要挑战特朗普的影响力 揭开一部即将上映的争议电影《学徒的面纱》 这部电影深入探讨了特朗普的早年生活 描绘了他如何从一名渴望成功的房地产大亨 逐渐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 尽管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试图以法律威胁阻止电影的上映 但制片人丹尼尔·贝克曼却毫不畏惧 坚持认为这部电影是一个对特朗普的角色研究 而非政治攻击 影片中塞巴斯蒂安·斯坦饰演年轻的特朗普 而杰瑞米·斯特朗则演绎了他那个臭名昭著的律师罗伊·科恩 尽管电影中描绘了不少争议场景 包括性侵指控 贝克曼强调 这一切都是基于对事实的忠实呈现 面对来自特朗普团队的威胁 许多发行商感到寒蝉效应 却也有勇敢的公司愿意接过这个挑战 这部电影的上映时间恰逢美国选举的前夕 贝克曼希望观众能对特朗普有更全面的了解 从而反思他如何塑造了如今的政治局势 总之《学徒》不仅仅是一部电影 更是一场对特朗普影响力的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这篇特别节目稿件近于多伦多星报 The Toronto Star 环球邮报 The Globe and Mail 以及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关于《学徒》这部电影的报道和评论 影片《学徒》是一部由加拿大 爱尔兰和丹麦合拍的作品 讲述了唐纳德 特朗普早期房产 业务生涯的戏剧化改编 尽管面临来自特朗普团队的法律威胁 这部影片仍即将在加拿大上映 《学徒》由阿里·阿巴西指导 在坎城电影节首映后获得了诸多好评 然而特朗普的竞选团队称该影片为 好莱坞精英的选举干预 并威胁要起诉影片的制片人和发行商 这使得影片在寻找发行商的过程中 遇到了重重阻力 影片的加拿大制片人丹尼尔·贝克曼对此表示 影片并非一部攻击特朗普的政治电影 而是对其角色的深度研究 影片的争议性在于其展现了特朗普一些极具争议的行为 包括服用减肥药 接受医疗整容 以及被指控强奸前妻伊万娜 特朗普的情节 虽然伊万娜曾在离婚证词中 控诉特朗普的性侵行为 但在后续声明中 她澄清自己 并未在法律意义上指控强奸 影片对这些事件的描绘 引发了法律上的警告信 但贝克曼相信影片对事件的呈现是公正的 从影片制作的背景来看 学徒是好莱坞体系之外的产物体现了一种 明显非美国的视角 在好莱坞普遍保守的环境中 这种勇敢挑战现状的电影 更适合在美国之外的独立体系中发展 贝克曼指出 特朗普的威胁 制造了一种潜在的恐惧文化 使得许多公司不敢冒险讲述重要的真相 在影片的内容方面 尽管讲述的是特朗普的崛起历程 影片并没有对其行为进行美化 而是力求展示一个被环境和背景塑造的特朗普形象 影片通过对他早期生活的描绘 试图探索他如何成为后来的公众人物 片中通过与律师罗伊·科恩的关系 展现了特朗普在商界的早期教训和价值观 然而影片的发布过程并不如预期顺利 特朗普阵营的法律威胁 使得许多潜在的美国发行商应过于谨慎而望而却步 即便如此 加拿大的Mongo Media 仍然毫不犹豫地接手了影片 并成为其北美发行商之一 制片团队还通过众筹活动 获得了重要的推广资金支持 影片在上映前面临的种种阻碍 反映了更广泛的政治和文化背景 即在当代美国 政治形象和媒体叙述的紧张关系 通过这部影片 人们不仅可以看到 特朗普如何在权力和民生中崛起 还能感受到影像艺术 在政治领域中的影响力和挑战 至于影片的实际影响 虽然其上映时间恰逢美国选举季 但真正的政治效果仍难以预测 影片以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 呈现出人物的复杂性 或许能够提供一个更为全面的视角 促使观众反思特朗普的真实面貌 从更广泛的文化视角来看 学徒不仅是对特朗普早年生涯的一次影像探索 更是对当代社会 政治文化的一次重要反思 影片通过其大胆的主题选择和叙事方式 试图打破成规 激发公众对重要政治人物起源故事的关注和思考 正如制片人贝克曼所表达的 影片希望通过对特朗普角色的研究 引导观众重新审视我们所处的政治现实 以及这些现实是如何形塑我们的未来 这个节目旨在引导观众认真思考 电影与政治媒体与权力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 学徒不仅仅是一部关于特朗普的电影 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一个激发社会公共讨论的催化剂 正如所有重要的艺术作品一样 他呼唤观众打破成规 正视现实并思考艺术 在社会变革中的角色和可能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加拿大合拍片《学徒》 是一部围绕唐纳德 特朗普崛起的争议电影 主要由加拿大 爱尔兰和丹麦合拍 由阿里 阿巴西指导 塞巴斯蒂安 斯坦饰演年轻的特朗普 影片探讨了特朗普早期 在房地产行业的发展 并描绘他与纽约律师罗伊 科恩的关系 该电影侧重于特朗普的个人生活和商业行为 加入了减肥药物使用 头皮手术 以及涉嫌对伊万娜 特朗普的性侵等具争议性的情节 尽管首映于坎城电影节并获得好评 但影片在上映过程中 面临特朗普法律团队的威胁 被指控为好莱坞经营的选举干预 这些威胁对电影在美国的发行 造成了阻碍 许多公司因潜在的法律后果 而犹豫不决 然而 影片最终于加拿大上映 由本地发行商Mongro Media负责 学徒并未被设计为标准的传记片 而是一种对特朗普角色的研究 探索了环境如何塑造他的行为和决策过程 制片人丹尼尔·贝克曼表示 这部电影并非意在攻击特朗普 而是提供一个对他更全面的看法 影片中最具挑战性的部分 是涉及性侵的场景 这一部分引用了伊万娜·特朗普 早年在离婚诉讼中所做的指控 尽管他后来澄清 其言论并未直接指控特朗普形式上的强暴 在克服法律威胁以外 电影也面临着资金上的挑战 一度失去主要资助者 然而最终找到新发行商 并通过众筹活动筹集了额外资金 以支持电影的推广 虽然特朗普的团队曾发出法律威胁 但并未对电影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 电影的发行 对即将到来的选举影响上不明确 但其制片人希望观众 能透过这部影片 对特朗普有更深入的理解 影片的发行过程 凸显了在强大政治人物威胁下 电影产业可能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电影《学徒》 在面对特朗普的法律威胁时 成功克服了困难 这彰显了电影制作人的勇气与坚持 他们不畏强权 坚持展示一个多元视角下的特朗普 这本身就是对言论自由的捍卫 特朗普所谓的法律威胁 只是他掩盖事实的又一次尝试 电影的上映 是对权威的挑战 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 这位前总统的过去和行为 这不仅仅是一部电影 更是一个社会现象的反应 楚天书 让我们现实一点 这部电影不过是另一次 对特朗普的个人攻击 包装成角色研究的伪装 电影制作人所谓的勇敢 更像是借特朗普的名义 来博取眼球的手段 面对法律威胁 不是因为他们在捍卫什么崇高价值 而是因为这能给他们 带来更多的曝光和票房 所谓的多元视角 其实是政治偏见的重复 这一切只是为了吸引那些 讨厌特朗普的人去看电影罢了 谢其器 特朗普的团队 之所以对电影如此反应激烈 正是因为它触及了 它过去的敏感神经 历史上 许多影响深远的电影 都曾面临强大阻力 例如奥利福 斯通的《自杀肯尼迪》 这些作品的价值在于 他们敢于挑战权威 揭露真相 电影《学徒》 让观众对一亏特朗普的成长背景 和在权力道路上的挣扎 这是对历史的必要回顾 而且 作为加拿大和拍片 它具备独特的国际视角 使其超越了美国国内的政治分歧 这无疑是其重要贡献之一 楚天书 你所谓的揭露真相 其实只是对特朗普形象的扭曲 就像20世纪早期的 好莱坞黑名单 这部电影也在利用夸张和偏见 来操弄观众的情感 特朗普的批评者 自然会为这部电影喝彩 但这并不能改变 它在本质上是对事实的选择性呈现 甚至是误导 电影制作人想要的不是历史回顾 而是为观众提供一个谈资 一个可以在派对上讲述的故事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渴望引起争议 因为争议本身就是广告 谢奇奇 你指出了争议的商业价值 但这不应掩盖电影本身的社会意义 在艺术创作中 争议本身就是一种表达手段 正如莎士比亚的戏剧 经常挑战当时的社会规范 学徒也在呼唤观众反思和对话 事实上 电影中对特朗普的描绘 并非凭空捏造 而是基于公开的法庭记录和历史事件 它不是一部完美的传记 但它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并理解那些 曾塑造现今政治环境的力量 这种启发性的思考 是任何艺术作品最值得珍视的地方 楚天书 艺术可以是挑战 反思和表达 但它也应该谨慎地处理事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 当一部电影试图描绘一位备受争议的现代政治人物 观众期望看到的是一个基于事实的叙事 而不是一个夸张的戏剧 正如奥威尔所言 在欺骗的时代 说真话是一种革命行为 这部电影似乎更多是对一种特定观点的迎合 而非对历史真相的探寻 它可能在艺术表达上有所成就 但在历史责任上仍需谨慎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加拿大和拍片《学徒》是一部备受瞩目的电影 因为它描绘了唐纳德 特朗普的崛起过程 从一个年轻的房地产大亨到煽动性国家领袖的旅程 尽管面临特朗普竞选团队的诉讼威胁 这部电影还是成功突破阻碍 获得上映 这其中 加拿大制片人的幽默感起到了重要作用 因为他们表示自己并非好莱坞的精英 只是用一种独立的视角来展示特朗普的故事 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一种攻击或政治表达 而是一种对人物的深入研究 这一点让它在电影界中显得独特 《学徒》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70年代的纽约 描述了一个被忽视的富家子弟如何在环境影响下 发展成为一个渴望认可的人物 伊朗丹麦导演阿里、阿巴西和编剧加布里埃尔·谢尔曼 通过一系列场景展示了特朗普的早期生活 试图揭示他行为背后的原因 特别是与纽约律师罗伊·科恩的关系 让我们看到了特朗普从中获得的关键指导 永远攻击、否认一切、永不承认失败 这种指导在特朗普一生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加拿大制片人丹尼尔·贝克曼在面对特朗普法律行动时表示 特朗普的强大形象确实对电影产业产生了寒蝉效应 然而 这部电影在好莱坞之外的独立制作体系中找到了立足点 这也是它能够上映的关键因素 贝克曼认为 独立制片系统更加勇敢 愿意冒险呈现这些深刻的故事 当然 电影的发行也得益于Mongo Media的支持 这是一家以支持独特讲故事者而闻名的公司 最后 学徒并不仅仅停留在对过去事件的描述 而是努力让观众理解特朗普的形成过程 影片中对他早期掠夺性房地产生涯的描绘 让观众对特朗普的性格形成了更为全面的了解 尽管一些场景可能会引发争议 但这部电影试图呈现一个更为真实的特朗普 甚至是他自己的支持者未曾真正理解的那一面 这样的探索不仅对理解特朗普本人有帮助 也对理解我们是如何面对这样的现实有启发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 T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一切都要得到小伙子 不得到小伙子